根据内政部统计 1993年台湾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达到总人口的7% 正式纳入国际卫生组织定义的高龄化社会 到了2015年高龄人士已经占据台湾总人口的12% 未来在2025年更会增加至20% 也就是说每5人当中就有一名65岁以上的高龄人士 然而在面对高龄化社会的同时 台湾也面对着少子化的问题 对于这样的趋势 许多人联想到的是劳力紧缩 生产萎缩 储蓄减少等等 为了因应这样的现象 银法市场开始崛起 不论是银法健康照护 还是保健食品 都充满了无限的商机 但是如果能够更有效的协取其他国家的创新银法服务模式 将能够推进台湾新形态的养老服务 影响全球自2014年创立 他们并非从事第一线的银法服务 而是打造一个跨国际的交流平台 透过演讲协助台湾的银法产业参考国外的银法产业理念 以便提供更优质的养老服务 影响全球每年都会举办 以让新创立国际州 邀请来自各地的国际专家进行工作坊与国际论坛 2015年 他们邀请到了来自荷兰 英国和日本的专家做专题演讲 分享他们的企业发展经验 希望以此借鉴其他国家运用智慧科技的经验 找出最适合台湾的养老模式 其中有来自荷兰的组织透过演讲 与台湾的银法产业分享他们居家式的照护模式 每一次以12人一组的小团队 进入社区服务需要长期接受照护的家庭 像是帮助大型手术后 在家休养的人提供备餐服务 这类型的照护模式非常值得台湾银法产业借鉴 因为目前台湾虽然已聘请外籍看护居多 但是对于这类型居家式照护的需求还是非常高的 只是愿意投入的人不多 藉由演讲、工作坊与国际论坛 影响全球希望能够推广他们在地安老和活样老化的理念 希望协助银法产业实务工作者 让台湾的银法服务可以再进化